老天爺那次还是多眷顾我们的 知道农民都是靠天吃饭 连续摞了半个月的鱼 今天终于放晴了 然后趁到它今天天晴 我们得赶紧来收了一片的菜籽 为了和天气晒跑 我们的旺盟油菜将用机器来收购 人工肯定是搞不赢的 对啊 因为你不晓得老天爺哪一天要摞鱼啊 去年4月油菜开始播种 3月开花 5月成熟 列进了冬春夏三季的耕地 才迎来了收购日 现在最小的时候 收购菜和油脂的长青滴滴摘磨 一到这个月份的时候 老天爺就到领域 就导致我们的油菜和梅子 全部生涯 后面切 有油没得吃的 梅子没得吃的 油菜是8层熟 4层熟 4层熟 2层丢 我们这个油菜已经彻底成熟了 还是那种小菜籽 炸出的油菜香 朋友们知道 多少斤的菜籽 才能炸出一斤的菜油来 收割鸡在收割好底一桶材质 往大厂上攒入材质的时候 出现意外了 这一颗主人的心碎了一底 他的新菜卖回来还不到一过月的时间 就被种种的这样摔在底上去了 当时在场所有人的心 其实都踢到上肢而起了 我是站在跟前两个腿跟自己下来打偷偷 一是担心那个车的受损情况 第二个是当车发生便宜的时候 师傅翻一只顺锁 一条一刨 让结局转为然 否则的话 后果不堪摄像 师傅在看车路线的时候 忽略了一点 整天那个水池 他的排水没做好 表面看起来是冷的 实际脚鞋 是爬的 最后商议只有大瓦机才能把那个收货机拆起来 我们附近的大瓦机又跑到南从那边去上边去了 要等他从南从那边回来 要三个多小时后了 你说他卖下去以后 让你真起留还是你这个的 那些人从我们的家里拆油才有 拆的那些是手青铜 拆了个顶顶的 你拆没拆的 你拆啊 一个包袱兵一个高人兵一个拆 顶顶 谁拖起来 是啊 啊 看来有好多人 有点糊泡糊哦 我们细了一下 皮肤流皮细了 打脆打的皮肤流皮细了 就是脆备了个颠边脆了 搓一下 嗯 搓到脆的皮肤就脆血一点 原来我们都有个同样的童年了 这也是我们以前最早的电线盘 看哪里还有一个 一个胶片片 哦 胶片片哦 嗯 它就是个分体片的 把电表放在那里 对 那些人电肺不是很贵吗 叫不起电肺 就怕那些人扣电 就把电的全部就移了 电给上来 挂个分体片 挂个分体片上的雨伞 分体片 流了这雨伞 哦哦哦 来了来了 看了三个多小时 终于把这个挖皮拍来了 下来 挖起来之前已经贴线在柴身上包含了两根绳子 哎呦那一开选这心放下来的我 属性是材质也没有什么打在身上 我们丘陵地区的地匙 比较欺负 天地 用我们四川花索 都是狗子那么大一块块的 即使我们清了了机械化设备 来帮我们收购材质 它的成本价也高于平原地区 平原地区收购油蒙 应该是在五十块钱左右 但我们这里要一百块钱油蒙左右 勤劳之福 勤劳之福 哪一个农民不是七到太黑 每日每夜的干活 他们是最吃得苦 最受得累的那一拨人 但到底说 农民应该是最富裕的那一拨人 可是真正的农民群体 收入却是极其的微薄 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意想 用什么样的方法 能够把我们农民的粮食价格打上去 必须得让种地的老百姓 能够赚到钱 因为只有他们赚到钱了 他们种地才有积极性 毕竟家有余粮 心不慌 用了两天的时间 收完所有的油彩 整木冬凉 天气又不好 我们都是花钱来烘干房 把它烘干 朋友们知道 柴子的寒水冰凉 打了多少 才不会使柴子 在口袋里面生养 大概远的四小时 那就是第一 到皮层间 看了两个 去上去 如果那一个 就去出这个杂质 把这个卧管 还把这个齿皮 那些螺丝水去去掉 去到那边 就二十几车 二十几车 就把这送到门 一个当里面 做的兴计分配 对吧 那整个那个厂 可以辞行一百五十人 十多个小时 就出来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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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